來來來,歡迎歡迎,恭喜家葵,恭喜恭喜 來,我們在這個現場的媒體朋友們,大家來打聲招呼,我們當成先 哈囉,大家好 嗨,小姐,大家好 家葵 嗨,我是誰家葵,大家好 這個,欸,家葵,真的是恭喜 這個劇中,我們看到他是演小隊長,但是身為粉絲的話,看到你演隊長類的,應該是不陌生吧 你差不多會要是台灣軍人跟警察的專用戶 我一直在等國防部,找我太廣告 不過這一次的小隊長,你自己有做什麼樣的一個分別嗎 這一次其實我們希望他稍微在地化一點 在什麼化? 在地化,就是希望這個就是在這個土地,長大的小隊長 所以希望他身上呢,就是讓人家看到就覺得就是在保港村,這一帶會很久 所以我們其實在一些細節上,比如說頭髮挑染挑人磁吸 就是現在當然都沒有了吧 你少來耶 還有嗎?那也太強了吧?寫不掉 那是白髮吧? 那是白髮嗎? 那染過那種金黃色的線條 後來拍完,我大概半年染了兩次才染過黑色 很辛苦 然後還有佩戴一些,我的衣服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話都會是比較是就是Polo3系列這樣 可是在戲裡有帥到,他吸引一個辦案的警察 是是是 然後為了公益,怎樣不顧生死 帥到你知道我今天的衣服啊,去看了你們辦案的警察穿 你不覺得我這些背心也很像,很像在辦案嗎? 所以防彈背心也 這是子彈的部分嗎? 這卡在上面嗎? 我這要力選的,我覺得真的很帥 對啊,很羨慕你們可以演出這個精彩好戲 加油!期待你接下來跳脫出警察小隊長軍人挑戰高速帥 好,謝謝你 加油 可以動的小數 動的小數 好,我們來這個學姐 李少傑 你好 好,不是故意吃他豆腐 大家知道這個李少傑的電視作品 一把琴當中,王毅、王毅、學姐非常的精彩 她是一個特工特可以做到很細膩的演員 這一次演出一個社會線的記者 對你來說,社會線的記者跟我們的娛樂線記者 身上那個氣息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因為這一次扮演的角色 在第一次在讀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有緣分 因為我特別特別在意環保相關的議題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可以透過這個角色在幫 為自己在意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很有意義 然後所以對於記者這個角色也覺得 其實跟我自己某方面的個性女孩有像的部分 就是覺得想要衝撞一點什麼這樣 那其他專業的部分就是 在日常生活中接觸 工作的關係接觸到記者 就覺得他們有一些很 放過一些細節的特飾 對,但是我覺得除此之外 比較多的真的是在現場 導演跟馬哥給我很多很多的提點跟幫助 我覺得那個是讓我在現場更能夠 突然打開了一個什麼 就更進去一點的最重要的關鍵 不過你身旁那位Duncan 他的演出真是讓我們嚇一跳 我完全認不出你來 好,是嗎? 你真的因為你怎麼會 就是,你平常都是亂男 你也是學長耶 高卡工作的學長耶 對啊 你怎麼會願意來演一個大板太太 其實我覺得這個角色其實蠻好 因為 跟你先演的角色也不太一樣 是,非常不一樣 我覺得有時候 好人跟壞人其實很難去定義 你在戲裡是對馬對人好 對不對 那匹馬在演的時候對你好嗎 呃,也沒有啦 也沒有 也沒有 我剛剛你電影上演之後 你要小心 你先要珍惜一下 大家都對你很好的感覺 你小心那個 因為我們的留言啊 對嗎 大反派啊 還好還好 謝謝三位,謝謝 麻煩後台先稍坐休息 謝謝你們